大家好 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秘市新增28宗確診無疫亡 聖保祿醫院嬰兒ICU爆疫 溫市仇恨犯罪案大幅上升 大部分借疫情針對亞裔 華埠地王建柏民受阻案 溫市府與發展商對保公堂 秘市首席衛生官邦尼Henry醫生 今天繼續公布新冠疫情更新 省內新增28宗確診個案 累計3198人確診 目前仍有207宗活躍個案 18人需要住院 其中兩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省內今日沒有人疫亡 累計人數維持在189人 而有2882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今天宣布一個新的醫療設施爆發疫情 聖保祿醫院的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 目前最少有一名嬰兒確診 另外亦有其他嬰兒、家人和醫護人員 有暴露於病毒的風險 目前疫情持續的醫護設施仍然有3間 另外今日的一宗新增個案 是一名來自亞省的員工 在比斯水電公司設在北部西斯工地工作 而該員工是由亞省感染病毒 溫哥華原來衛生局今天也發出警報 依求7月1日至16日到過瓶市David Street San Mansoos酒店的民眾自我觀察14日 此外 與基隆拿社區感染有關的個案增至35宗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安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37,274人 灰省的最新數字為57,142人 全該的確診總和達10萬09,669宗 疫苗人數方面 安省至今有2782人死於疫症 灰省有5647人死於疫症 全國的疫苗人數達8875人 VC首席衛生官邦尼Henry醫生 今天繼續公布新冠疫情更新 省內新增28宗確診個案 累計3198人確診 目前仍有207宗活躍個案 18人需要住院 其中兩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省內今天沒有人疫苗 累計人數維持189人 而有2802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今天宣布一個新的醫療設施爆發疫情 聖保陸醫院的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 目前最少有一名嬰兒確診 另外亦有其他嬰兒、家人和醫護人員 有暴露於病毒的風險 目前疫情持續的醫護設施仍然有3間 另外 今日的一宗新增個案 是一名來自亞省的員工 在卑斯水電公司設在北部西斯工地工作 而該員工是由亞省感染病毒 溫哥華元朗衛生局今天亦發出警報 以求7月1日至16日 到過瘟市David Street San Manzuz酒店的民眾自我觀察14日 此外 與基隆拿社區感染有關的個案增至35宗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安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37,274人 灰省的最新數字為57,142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10萬9,669宗 疫苗人數方面 安省至今有2,782人死於疫症 灰省有5,647人死於疫症 全國的疫苗人數達8,875人 在前往外遇上的距離 補充每個最好部分 市府多次舉發許可證 發展商BD在去年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 雙方的代表律師今天預備施最高法院 就本案應不應該演變成正式訴訟 分別宣讀辯辭 投訴方表示 市府發展許可證委員會的成員 在審批發展商許可證的程序上存有不公正 只決定有受外界的政治因素影響 而非集中在許可證申請的本身 更清市府有與本案有關的資料仍未公開 辯方律師卻接BD的投訴 應透過請願程序尋求司法覆核 不需要提出正式訴訟 並指市府已經呈上了完整的審批報告 而發展許可證委員會的成員 也只是按照一般的審批程序進行裁決 《奇化街》105號的柏文興建計劃 陳租華埠支持社會住屋團體的反對 市府最終也舉發許可證 現在的坐天氣還有超級優惠的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ce Sound Center的 Chartland聽力中心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以下是幾段警務簡訊 阿力飛沙橋據稱發生有司機 在行車期間被乘客襲擊 警方一度關閉多條車道 事件中有兩個人被送往醫院 其中一人被警方拘留 三角洲市警說 相信是女乘客在車輛行駛過橋的時候 出現精神健康問題 警方說據稱她用一把利器襲擊 和嚴重傷害了司機 自己也有受傷 三角洲市警交通組 今天在路上發現一輛車輪灘鬆脫 幸好在輪子離開車的時候 只是撞到另一輛車 沒有撞到其他東西 事件提醒司機要經常檢查車輪狀態 安全行車 三角洲市警重案組正在調查 今天凌晨12時20分發生的槍擊案 警方發現一名男子身上有槍傷 她被送往醫院 無生命危險 警方認為這是一宗針對性的事件 又呼籲在16日晚11時30至17日凌晨12時30 在80路至75A路 118階至116階的目擊者或車輛提供線索 和行車記錄移錄警帶 蘭里王家騎警在七月初 在200階4500號路段民居 打擊販毒活動 一名65歲男子被捕 警方在她身上搜出大量藥丸和冰毒 屋內也搜出500克冰毒 兩支長槍幾千元現金 警方相信這一宗對蘭里街頭毒品的使用 會產生重大影響 溫哥華明報報道本地及國際最新時事 網上平台更集合最全面資訊 包括多媒體頻道 530新聞直播 更建立多個社交媒體平台 包括Instagram Facebook 微信公眾號等 分享當日新聞資訊及各種生活訊息 明報當媒體 聚焦家國 放眼全球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報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就能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吧 加拿大副首席醫療官 Dr.Howard Newell今天表示 過去一個星期 全國每日平均新增個案達350例 比7月初的平均300例 有明顯增加 而且感染者一年輕化的趨勢 病房也較為嚴重 他說隨著酒吧逐步開放 過近的接觸 唱歌跳舞等 都更容易傳播新冠病毒 他說這些活動 在今個夏天都不應該進行 在過去兩個星期 至少有26班 帶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航班 飛來加拿大 聯邦政府說 至6月29日以來 已經有10架國內航班 和16架國際航班 飛機上的乘客 報告有新冠病毒 政府還說這張清單並不全面 主要是根據各省各地區 衛生局提供的數據 和大家集中說這些航班 分別來自 墨西哥城 坎坤 蘇利西 巴黎 伊斯坦堡 卡塔爾 山凡市 底特律 達拉斯 和塞拉等等地區 衛生局說 這些航班 回國的加拿大人 即使 不是坐在感染者旁邊 也應該檢查一下自己 有沒有出現症狀 比斯省 緬省 和沙省衛生局 已經發出警告 說有乘客 驗到陽性 乘飛機有沒有風險 見仁見智 但是這個星期 就有記者問總理杜魯多 會不會考慮放寬 國際航班飛來加拿大 杜魯多一口拒絕 說家人的健康最重要 短期裡面 不會更改限制國際旅客 進來加拿大的規定 由7月1日開始 本國多家航空公司 也取消了隔位坐的坐位政策 大家如果是非必要旅遊 真的要考慮清楚 加拿大人 因為不戴口罩 搞出命案 而香港剛巧有個男子 乘搭巴士的時候 不肯戴口罩 和拔刀恐嚇巴士司機 結果搞到警察到場 拔槍和對峙 最後警察用胡椒噴霧 將他制服 警方表示被捕男子姓葉 47歲 自然在大埔安埔路一個巴士站的巴士上 和司機因為戴口罩問題發生爭執 期間他出言恐嚇司機 下車之後 又向巴士站掌拔刀出來著出威脅 之後向安埔路一個商場方向逃去 警員接報到場 在商場天橋發現了他 當時他手持長約五吋的菜刀 警員口頭警告他放下刀 他不聽 於是警員拔槍戒備 這個男子事後逃去 警員在大埔南運路一個休憩處 以胡椒噴霧劑將他制服 現在這個男子試驗刑事恐嚇 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九巴在回覆查詢的時候說 在今日下午三點 一個男乘客在大埔中心總站 登上74號X線之後 脫下口罩 經乘客、車長和站長勸喻之後 仍然拒絕戴口罩 又取出一把刀 令出言恐嚇 站長於是報警處理 他說 巴士騎後在大埔中心停車 男子下車之後在車站徘徊 有視頻的片段顯示 這個無戴口罩的黑衣中年男子 一隻手拿著菜刀 另一隻手拿著膠袋 大約五至六名軍裝和便衣警員跟他對峙 其中一個警員拔槍在手 一名警員向他掃到施以胡椒噴霧劑 一個警員拿著警棍在旁邊戒備 其餘幾個警員就拿著盾牌 男子被逼向牆邊之後 警員就上前將他制服 拍攝這段視頻的大埔居民蘇小姐說 當天下午三點鐘 他在保護商場賣外賣之後 走出商場一樓的時候 見到面前有幾個警察拿著盾牌走過來 其中有一個警察舉著手槍 一路向他走過來 警員很大聲警告他 和他身邊幾個市民叫他們立即離開 他說當時太突然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警員也沒有告訴他 前面有個男子遲刀 蘇小姐說他被槍指著很害怕 一直看著槍 其後退到安全的位置 也看到警察和男子一路沿著樓梯 從一樓對視到地面 他就舉起手機 將整個過程拍下 今天行政會議前成員 兼商交所前主席張鎮媛 詐騙證監會聚成 要即時還押後判 成為首名被定罪的前行會成員 將鎮媛涉嫌在2012年到2013年間 串謀商交所時任財務總監 蔡大英詐騙證監會 洪科案情說 商交所在2011年4月獲自動化交易服務 ATS認可之後 第二個月起財務已經日漸惡化 透過七次開空投資票 傳入資金再轉走等的伎倆 撞大帳目結餘 避免撤回ATS認可 之後證監會發現 張鎮媛涉稱獲得3000萬美元注資 以及提交相關虛假文件揭發本案 法官指出各種證供都顯示被告張鎮媛 是商交所事必供親 每項交易都得到她的簽署 證監會被告只是在深信市 分析不熟悉商交所財政狀況 法官考慮對蔡大英停上作供之後 認為她誠實可靠 又說她只是奉命行事的人 同時不接納被告自便 認為被告為脫罪而度身訂做公辭 最終認定被告就是指使蔡大英 製作虛假財務報表的人裁定她兩罪罪成 張鎮媛一方在求情時說 被告只是固執地認為設立商交所對香港有益 案件沒有損害其他人或香港的刑傷聲譽 並說被告不為私利沒有合益 她最後只賺一張破產令 張鎮媛獲多名公職人員賺求情信 其中現任非官司行會成員羅范昭芬 在信中透露 前特首曾蔭權 和前財政司長曾俊華 當年大力支持被告的商交所計劃 又引述現任特首林鄭月娥 當年稱被告是 不僅是其中最好 而是最好的公職人員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連私下長得高 可能很多人都很羨慕 但是她說小時候 竟然因為身高問題被人嚇 我們看看她有甚麼說 因為我讀書的時期 真是挺慘地 因為我的高度而被欺凌 得多重要 中學 中學 對 就是經常又說 你這麼高做甚麼 換電燈膽 或者是 就是很衰的名字 還有那些女生同學 又不是很喜歡跟我玩 可能因為我高 所以給人的感覺 覺得我自己好像很高傲 但其實我不是的 我是 如果你認識我的人 其實我聽到的留言 都是覺得 原來你的真人和你的樣子 是不一樣的 傻奸奸 然後又 經常都很論述 然後 以為你覺得自己很漂亮 但其實我從來都不是 但入行之後 都覺得 女生都是穿高跟鞋漂亮些 儘量自己保持身形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 是 有點大隻 因為我穿了高跟鞋 然後那時候又重 然後一出來的感覺就很大隻 現在 真的很努力想收回一點 因為疫情關係 有時候給自己多一點藉口 自己覺得 哎呀好啦 可以放鬆一下 雖然現在開始 很多地方都關掉 或者是疫情有著反彈 但是 最近都要繼續跟自己說 不可以再給自己 在疫情期間 真的很多事情都被禁止了 我有些工作其實是說 上年年尾開始 還是年頭 已經一直延遲下去了 然後之前 前兩個星期就好一點 那就有幾個廣告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但是 突然之間 疫情又再反彈 是的 那就 會有少少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一個 有少少影響還是少少 少少影響 少少影響 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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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這陣子 反而是要擔心 即是飾糧 還有 飾糧 即是買飾糧 還有口罩 因為其實我自己家都快 我之前呢 其實我買多了很多口罩 但是突然之間 用一下原來發覺 原來我剩下兩盒而已 是啊 所以要撲了 要撲了 因為我家是一家三 即是媽媽 那當然啦 我家的責任 是負責所有東西 燈膽壞了都是我搞的 入糧的會不會找到你家 自己 自己 我有開車 我不喜歡麻煩人 我是獨立女性 什麼都自己搞定 我連廁所壞都搞定了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週末 下個星期再會